我从三年前开始喝咖啡 那喝咖啡呢 我那时候就开始喝精品咖啡 要手冲的那种咖啡豆 我也是被人家陷害的 因为他寄来的咖啡实在太好喝了 喝了一个礼拜之后 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接受 什么路易莎、全家、星巴克 那种咖啡我都喝不下去 所以从此开始我就喝精品咖啡 那我就发现我们 我跟我老婆一人一天喝一杯的话 我一个礼拜要花掉1750块的咖啡豆 一个月啦 要花掉1750块 那时候我就想说 这个喝起来好像比抽烟、吃槟榔 还要花费还要惨重这样 所以我后来在网路上看到 豆子可以自己烘耶 3980块 那我就在考虑了 如果3980块买来 我就可以自己烘豆 那我应该可以省下很多钱 因为生豆跟卖场卖的熟豆 价差是4倍 各位你知道吗 你去外面那个梅珍香 最便宜的批发的梅珍香 买一包庄园的咖啡豆 一包半磅 一包如果说400块的话 他的生豆的成本只要100块 4倍 好所以我就在想这件事哦 但是3980对我来讲 我是一个 身在闽南村的客家人 我们的血缘应该是客家人 所以这个数字 3980对我来讲 我就会犹豫很久你知道吗 我还在网路上比价比了三个三个礼拜 我竟然买不下手 我以前在50岁以前 我一直是这种观念 3980我会考虑很久 后来我三年前就是Canva 远距那时候 我开始发现Canva这个东西 我就练习 我就把他的那个统计表 一拉出来把数字填上去 这个表马上就自动产生哦 产生之后 我马上就去订了那一台烘豆机 为什么 各位看一下 以前我一个月花1750是黄色这一条 我如果先期投资买那个咖啡机 那我就是蓝色这一条 因为生豆的花费就会很少 我就发现 死亡交叉就在第三个月就出现了 所以我买那个咖啡机之后呢 我第三个月我就回本了 而且重点是什么 我第一年就可以省下11620块 各位 你在买东西的时候 如果你会很犹豫的人 我建议你还是把数字丢进Canva里面 看一下那个统计表 做这个表多久 两分钟不到 你那个表出现 你只要把资料填进去 它表马上就出现了 那后面的两三分钟 是你在美化这个表而已 那你以前做Excel表 你要做成这样要多久 可能要搞你整个下午 对不对 但是你看我一看到这个表 我就马上冲去买 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以前对金钱的概念是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你看女生为什么那么会买 为什么买了心都不会痛 因为他看到的是后面那一块 我一年可以省下一万多块 我们男生买东西看的是前面那一块 我要花多少成本 但是当你学了Canva 你会的统计表之后 后面这个一看就知道 所以它会让你很容易去理解 好那这个东西 在我们科技领域的核心 叫做运算思维的资料表示 那它是一个很厉害的技巧